31.2,我們要討論R,L,C 這三個元件在交流電裡面會發生什麼現象? Resistance就是R的電阻 Reactance就是L跟C 它們產生的等效類似電阻的一個特性 但是它跟電阻不大一樣,等一下就會看到 所以我們第一個講Resistance 我們現在有一個交流電 然後放到一個電阻 然後我們看左邊一個端點 右邊一個端點 然後這個叫做R 然後電流 然後這個兩端呢 有一個Vout 這是時間的函數 這個I也是時間的函數 好,他說 他說 There is a ac3 I等於I的cos的 Om 然後我們從Om Om定律 Vout 它是時間的函數 等於i t 的r 就等於i 的r 的cos 的t 對不對 那這一個我們把它叫做vr 大型 對不起要大型 大型是固定的一個數字 所以就等於vr 的cos等 我們來看一下vr 的圖形和i 的圖形會是長的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 當作omega t 所以這個點叫做2π 這個點叫做π 這個點叫做0 我們可以再畫一個負的二分子拍子 然後我們可以畫一個叫做i 然後再畫一個vr 我們畫在一起 好 先畫i 這個叫做i 結果這個點 這個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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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個叫做i 這個叫做-i 所以它走的圖形是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這樣一個圖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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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改一個圖形 好 好 看看 我們 我們 畫 vr 這個叫做vr 這個叫做-vr 所以會經過這個點 這個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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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旁邊再畫一個的話 會 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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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點 這個是 對時間做主 那facer diagram呢 我們要畫一個facer diagram 第一個是 這個叫做i 然後呢 這個叫做br 然後呢 這邊這個角度 b等於ωt 它投影下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i等於i的cos的ωt 那這個投影下來 就等於 vr 等於vr cos的ωt 對 對嗎 facer diagram 這個就是b b等於ωt 然後呢 這兩個向量 這個橫軸是時速 重頭是虛速 這個向量呢 就一直在這邊繞圓圈 繞圓圈 那繞圓圈呢 它在時速軸 在歪軸 這邊的頭頂的量 它這個分量 就是一個是i 一個是pr 好 這樣就用幾何的方式 來想像它的交流電的一個變化 那有一個結論 就是 Current is in-face is in-face with the culti in-resistant 好 那麼 這一個 Current呢 就是這個 pi t 然後這個Voltage呢 就是這個 vr t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inductor 好 我們來修改一下這個 2 inductor 電感 所以呢 這邊要改一下 叫做bl 畫成這樣子 那Vl呢 我們 還是同樣的一個sauce 那同樣的一個sauce呢 它的Voltage呢 Vl的t 就等於L的di dt 就等於L的d的dt 要對後面這一項做為分 i的cos Omega t 所以就要做為分 就變成了 pL的 負的 Omega pL Side的 Omega t 那做起來的 算出來的結果呢 就會等於 i的 Omega pL 的 負的 Side Omega t 好 我們現在要畫這個圖 畫Vl的圖 那麼我們把Vl給它擦掉 XD T Vl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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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們要畫的只有後面的這一個 -的sin omega t 所以我們來假設這個叫做 VL正 這邊叫做 -的VL 看有什麼顏色會比較好看 好 這邊是二分之π 二分之三π 所以 在Food的時候呢 第一個 時間點 Omega t等於0的話 在這邊 然後呢 Omega t 本來應該是正的往這邊走對不對 Sine的圖形 Sine的圖形本來應該是這樣子走的 那它要負的 所以要走這邊 要走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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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畫出來了 好 這樣子 紅色這條線是 VL 那VL呢 在這邊呢 你看起來是不是 這邊有一個時間長 這邊 從這條線到這條線 對不對 那從這條線你可不可以發現說 負的Sine Omega t 等於Cos Omega t 在怎樣呢 比原來是在0嘛 對不對 在0的這個點 你加上二分之π 然後用Cos 就可以得到這個圖形 然後往後走 就是Cos 加上二分之π 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對吧 對齁 好 那我們這個就可以改成 這個等於I的 Omega l的 Cos的 Omega t 加二分之π 然後這一個呢 我們叫做Xl 所以就變成了 I的 Xl cos的 Omega t 加上二分之π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二分之π 這個呢 就叫做相位 叫做Base Angle Base Angle呢 它是說 VL VL is Linning I By F 等於二分之π 這個Face Angle 這個Face Angle 它叫它叫做π 它超前了二分之π 所以呢 這個圖上什麼話 這個圖上呢 要這樣好不好 這個呢 就是VL 然後這個下白的 這個向量 就是VL 等於VL的cos Omega t 加上二分之π 所以這一個 這個β 等於Omega t 那這一個角度呢 這個角度就是 Omega t 再加上二分之π 加上九十度 所以它跑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然後你要看它的投影呢 是要看它的cos的投影 所以是投影到十數軸 所以VL 就等於大的VL cos Omega t 加上二分之π 這一個 它的Face 這個VL 大的VL 領先這個I 領先多少呢 九十度 好 好 那麼 這一個 就叫做 Inductive 的Reactors 它的地位呢 就跟電子裡面的R相 有沒有 電流乘上電子就會等於 這邊沒有信號 這個 等於電量 相當於電子裡面的 那當然是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 然後它就等於 Omega t 我們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要講的是 capacit 在交流電裡面的 電壓和電流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呢 這邊是一個 交流電源 然後它有一個交流電的 電流 電流 是i t 它交流過來 然後在這邊產生一個 Voltage Voltage 小寫的V 然後大寫的C 表示說它是時間的暗訊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不知道怎麼推到 就是 i呢 就等於dq dg 然後就等於 i的cos Omega t 那麼 v的C呢 就等於 q除以c 那麼就會等於 然後對這個做積分 然後對時間做積分 cos積分以後呢 就會變成sine 然後這個Omega要拿出來 所以就變成了 就變成了 c分之一的 i的Omega分之 Omega分之i的 sine的 Omega t 是這樣子的 那這一項呢 就相當於我們大寫的dc 它的amphitude有多大 好 就是這一項 好 就是這一項 好 那麼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呢 要畫這一個圖 sine Omega t 這個圖 看它畫出來是什麼樣子 所以這邊呢 我們還是取這一個叫做vc 然後這個叫做vc 然後畫sine的頭 會經過這個點 這個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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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這個點 所以它畫起來的圖形是這樣子 這樣子過來 如果要繼續畫的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形的時間差 它的時間差在哪裡呢 在 這一段 對不對 差到二分之i 有沒有 如果我們想要知道這個vc 這個是 這個是 小寫的vc t 跟這個大的i t 之間的關係 就是橘線跟 綠線之間的關係 你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這一個vc的線 它在零點的位置 時間等於0 就是 Omega t等於0的這個時間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位置呢 就等於 it的 往前二分之拍的 相位 對吧 所以呢 就是電流 會領先電壓 在可拍攝的上面 電流會領先電壓 所以這一個 這一個 式子呢 dc就可以等於 i的xc 再乘上cos的 Omega t 減掉二分之拍 有沒有 減掉二分之拍 那這個二分之拍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 當電流 它的符號是cosOmega t的時候 那你的電壓 你用cosOmega t 減掉二分之拍 它的圖形就正確 就會變成sine 那這一項呢 就是剛剛寫的 Omega c plus e 所以 我把這個空拍寫上去 就是我們要做的 sinOmega t 等於cosOmega t 減掉二分之拍 那這一個 負二分之拍 就是我們的相位 這就叫做face angle 那 vc is lagging 落後 i 落後多少呢 cosOmega t 相位顯示的話 就要寫成 負的二分之拍 這個數據來寫 在這邊的圖形上要怎麼畫呢 這邊的圖形上的話呢 就是說 這個是i嘛 所以呢 我要畫一個是 這個方向 然後這個是直角 那麼角度勒 這邊是過去再回來 到這邊 這個是Omega 這個角度就是 這個角度就是 Omega t 減掉二分之拍 這樣子一個角度 那它的分量究竟有多大呢 它的分量是在這邊 所以它的分量 這一個就是bc 這個分量 投影到水平的 時速部分 垂直軸部分 就是它的cosOmega t 解架二分之拍 它的分量是這麼大 所以它的電壓 落後 這個電流 所以這個的長度就是bc 這個長度就是bc 所以這個xz等於Omega c分之一 它這個叫做 capacity reactivity 然後5x0 然後5等於2x0 2x0 5x0 然後5x0 5x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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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x0